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人在大学时代就是人人称献的校园情侣 陈丽为了替生病的父亲扛下家计 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当数学家教 退伍后便专职教补习班 北中南到处兼课 他不仅在补教界闯出自己响亮的名号 更建立起自己的补教王国 同时他想跨界投资其他事业 就在他事业蒸蒸日盛的时候 他跟太太熟龄的感情却渐行渐远 婚姻亮起了红灯 经过数年的冷战 他们经由信仰的引导 厘清内心真正的想望 两夫妻终于找回初心 以找回金钱所买不到的幸福 幸福不是天经地义 幸福要用心来经营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说 事业家庭要两全其美 在这个当中可要很用心地来经营 还有维系 那么今天欢迎陈丽老师 贤康力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那老师 你是我们台湾鼎鼎有名的数学老师 而且你成立了这个 不叫连锁事业当创办人 那么现在你又多了一个头衔 叫做科学小精英的教育志工 是 那你事业这么地成功 我们说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还差一点赔上了幸福的婚姻 那么淑丽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怎么了 以陈老师来讲 我们大学就认识了 然后就是 当然结婚以后他就冲刺 就是把事业 把他的工作摆第一 家庭摆到后面去了 所以我们大学时候就认识 那时候不一样 那时候我们是他的全部 所以就觉得很不能适应 老师 你们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听说你积极又乐观 永远看到了投资的机会在哪里 但是我们太太就是很务实 你永远就说要投资可以 但是我们先来想想风险在哪里 所以常常为了投资的事情 我们会意见不一样 是吗 这个天蝎星座个性 就比较主动 很积极 有想法就是去做 那太太是摩羯座 凡事都是以思考最安全的 一个位置为思考点 在结婚前没有发现 结婚后就发现 有一些价值观不是不好 是不同 那么苏林 我们老师做的什么投资 你觉得真的是太看不胜眼了 所有的吧 所有的 刚才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是念外文系 我是文学院的 那我是就是我们喜欢看书 文学好像比较感性的 那陈老师他是念工业工程的 那他理工的应该是比较务实一点 就相反过来 那我在想就是说 也许也是因为彼此个性上面 非常的不相同 所以我们才会在婚前 被不同的人所吸引 不同个性的人所吸引 觉得这个人好热情 觉得这个人好像可以为你不管一切这样 但是等到要真的要做事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从刚开始应该是说 他很投注在补教事业 然后学生是他的重心了 所以有时候觉得 我的位置在哪里了就不见了 那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 可能是几十万 然后可能到几百万到几千万 都是越玩越大这样子 那他很有理想 然后他又是那种投资上面的好奇宝宝 是 也因为投资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不一样 那么就干脆你也不看围境 那么在这个时间一久了 我们就可能会去思考 是不是这个人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是觉得比较幸福的 是 其实那时候我们碰到911的这个事件 后来我带着小孩去美国 然后陪老大去读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想说 到底假设这个人在我生命中消失了 我会不会难过 我会不会有感伤或什么 那时候我觉得就非常非常不谅解 他一直要只是觉得说 小孩子他们的印象当中 会没有父亲这个模特儿可寻这样子 因为跟他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人他当时这么爱我这样子 然后突然之间 我好像在他生命当中没有什么重要的 所以就觉得说带给我的 好像那时候真的感觉就是很痛苦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 在恋爱的时候只考虑到你跟我 可是结完婚以后 应该不是考虑个别的想法 应该要有一起的想法 因为结婚已经是一个家庭了 尤其有家庭以后有孩子以后 已经不是个人要怎么做就可以了 但是也因为我的个性是做什么事就全力以赴 他不会是做一个半调子 但是因为全力以赴就要用到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思路 那犯的错误就是说 应该是很多的理想要透过沟通 不能说我就想做 所以那时候淑琳她 每次提一个意见给她 她就先否决 事后我们明白是 她是为我着想的 她希望我不要没有做生意的经验 不要被骗了什么之类等等 可是我看不到那个爱 我就看到说什么都要阻挡 就在九一附近那个时间点 我们出现的 我们在投资上的意见 造成很大的疏离 是 那么吵归吵 闹归闹 最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让你们愿意再冷静下来 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 而且比较没耐性的人 太复杂 你要跟她慢慢讲什么 她就是没耐性 所以她常常 大家不高兴她就不回家了 就离家出走了这样子 那我们因为我们有小孩 我们要顾到这些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我们摩羯座我们再讲一遍 我们是不太容易放弃的 对不对 然后要运动很容易 但是你要留意 你要继续再跟她谋合 有时候你会 就是说自己会很挣扎 说到底你是在姑息养奸呢 你是把她宠坏了呢 还是你要怎么去让她了解 那时候真的是会磨到就说 你那个爱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在结冰了 你跟她讲狠话 大家彼此这样子 一点揍一点笑都没有 就是所有的人一样 都是要靠爱 你让她感觉到温暖 感觉到那个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小孩子是我们 是拉住她很大的力量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会寻求很多的方式 不管今天去算命说 我到底命中有没有恶夫 还是怎么样 就是到底要不要 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不对 就赶快要不要怎么样 这样子 因为我是比较文艺性的 我就会写很多东西 或者写信给她 或者是用小孩子的力量 尽量去让她去感动 那么老师 真正到太太再一次感动你 我们说感情回温的契机 你接受到了什么 真正我感触是在 我们一直在谈事情 事情就会有对错 可是谈心情就不会有 可是总觉得说 似乎她不太了解我 我的我想什么 那相对的我也自己想 我也搞不懂 她为什么会这样想 当林玺学生学 在律师弄好以后 我在似乎说我们在干嘛 因为她非常喜欢孩子 我也很喜欢孩子 那多喜欢孩子 为什么要去分手 所以就是因为爱还在 我们都不放弃 事情有对错 但是心情呢 您可以接受就对了 那么老师 您现在不只是一个身份 不只是一个 这个补教事业的创办人 您现在呢 还是我们非常非常地喜欢 而且要跟您说谢谢 您是爱我们 科学小精英的教育志工 那么听说 是在2010年呢 有一次的演讲 那么让你的整个的 这个教育王国呢 你转了一个弯耶 在补习班啊 外界给补习班的认证中 每个老师都很会教书 可是都以这个 利益为导向的感受 那也是一个因缘忌讳 就好像是 从来没有想过会去帮助 我们所谓的偏乡的小孩 那我那时候去演讲的时候 我就打开所有的 这个报章杂志 所有的网络 看台东怎么对他们说明 就没有想到台东说 我们都是一个资源不足的 是一个弱势族群 我就鼓励他们 你们不弱了 你们是一个 没有受过经济污染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又很有原生的力量 所以我说你们台东的孩子 应该是原生的族群 那我以这个来做演讲开场 到现在第六年 我的感受是真的人的潜力 只要用爱去把它培育出来 它会开发结果 是 老师 那什么样的力量 让你六年以来 真的是从不见断 还有再来什么样子的信心 让你愿意从台东 现在的新竹 还有屏东 以后这样子的我们讲说 他们自己承认 陆氏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得到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每个人都在建高社会的地位 可是生命的高度 我认为是用爱去堆出来的 才会是真的 真正的高度 那生命的那种意义 还是用爱去行动出来的 那么淑琳 老师的事业转了一个大弯 那么你的生命 好像也转了一个大弯 因为你有了信仰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走到教会 为什么会有个信仰 因为摩羯座我们都很务实 然后我们要看得见 眼见为凭 然后对一个看不见的神 我们怎么去感受他 那我觉得还是在于 跟先生的关系上面 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触礁的感觉的时候 那有一些姐妹 她们很关心 但是我觉得要从 怎么去感受到一个创造 给你一个非常宝贵的灵魂的 这个神的爱来感受 那有时候觉得 当我们是一个父母的时候 我们非常包容 譬如说我儿子怎么样 我女儿什么脾气 可是我们越看越可爱 那我们就觉得 就是神看我们也是这么美好 也是那么可爱 可是怎么看老公 怎么就越看越可恶呢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爱神 可以感受到 他给我的爱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神怎么看他 神也很爱他 然后看到他的所有的优点 就好像我看到我儿子 这么可爱一样 那神看到他的爱子 也是这么可爱 所以就是等于说 我们就是要慢慢去发现 可是这个真的很困难 譬如说像现在 我们去那个小精英 偶尔他们常常 很感谢陈老师 就是说师母 你也要下来 来我们这边玩 那我就说 谢谢你们真的 给陈老师这个机会 让他 就是他本来就很有使命感 然后到那边去 那他觉得这个孩子需要他 这个家长们需要他 他在他们的感谢 他们的努力当中 也看到他自己的价值了 所以我当然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把陈老师 当成一个伟人 你知道跟伟人相处三十几年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你又更伟大就对了 没有 我没有很伟大 但是感谢就是说 我到了人的尽头 我找到神的开端 那神就是爱 让我们感受到就是 你怎么去爱一个不爱你的人 或者是你没办法 他对你的那个伤害什么 可是我觉得那个爱 才可以去回转成 真正彼此的关系 才会慢慢好起来 没有错 所以你现在是用不一样的眼光 来把陈老师当作你的大人 我尽量 没有问题 那么经过一番的学习 还有互相的包容 到现在一路走来 我们的小儿子小女儿也19岁了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先生爸爸都是别人的 那么好像希望他再多一点陪伴我们 还是你觉得现在的生活 你可以用怎么样来形容呢 男生比较没有耐心 就是陈老师他是比较有创意 比较没有耐心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人是往有爱的地方走 那也许在外面大家需要他 大家敢配他 崇拜他 在家里因为付出的少 因为就变成说这个关系上面 就会回来以后 大家就习以为常这样子 那很多时候我觉得还蛮感谢的 就虽然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爸爸没有办法陪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小朋友 其实三个小孩 或者我们有时候一家人 其实我们的爱是蛮外向的 就是我儿子还是会抱着我们亲 然后那个女儿也是会跟他撒娇 然后就是大家就说 当我们的关系恢复的时候 其实小孩会感受到的 那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家 虽然有时候吵吵闹闹 大家吵架也是很大声 可是大家也是很高兴 就虽然现在分开几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每次想到小孩 你的心里就有一股暖意 然后就很高兴这样子 从过去的风风雨雨 到现在可以新手漫步 然后回首从前 那些坎坷都化为生命的一种养分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夫妻 可能他们也都走在辞职路口 他们觉得过不下去了 他们觉得换一个会不会更好 那么陈老师想给他们一些 什么样的鼓励吗 有时候我们去结婚的典礼 我们要上台致辞 有时候我们的员工要 我都说你们考虑清楚了没有 在座的叔叔伯伯 每个都就问他们结婚幸不幸福 可是我发现 有时候我会想感动地讲 其实结完婚更应该谈恋爱 因为谈恋爱在结婚 有情人结成眷属 可是我觉得眷属应该再变成有情人 不是每个人都像实习成神的 大家就数落了过去的错误什么的 或许真正上天把他取配给我 或许我还没有察觉到 这是最佳的绝配 从他这么的不顺服 到我去欣赏他的时候 到现在觉得他是可以陪我 走到最后一段我们成为白头偕老的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家的完美才是一个人最幸福的感受 不是有多少个家 不是有多少个财富 是的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也愿天下的眷属都能够成为有情人 那么有爱就无爱 爱可以把一家人都把它圈在一起 更幸福美满 好 谢谢你们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幸福 谢谢 谢谢 我们常说幸福美满的生活 是要有温度的 那么如何让温度来升温 看我们用一杯茶 来带起爱的家庭氛围 欢迎你一起来看阿丽到您家 今天阿丽到你家要拜访一个专门铲养乳的牧场 分享他们家和万事兴的故事 陈富坑的爸爸早年曾经严重胃出血 索性邻居养了一头乳羊 好心的每天分一些羊奶给他喝 陈爸爸的身体才得以慢慢康复 这也开启了陈家的畜牧事业 富坑原本在北部的科技公司上班 因为家里的羊汁越来越多 爸爸和弟弟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孝顺的他 毅然辞掉工作 回家帮忙 于是陈家的牧羊场 是由公婆 兄弟 轴里 分工合作一起撑起来的 全家人每天在同一个屋檐下 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今天阿里要教富坑 如何用自家生产的羊奶 泡出好喝的奶茶 在忙完一天后 邀请全家人一起来喝茶聊天 有人在吗 嘿 你是富坑 我是你好 我是阿丽 嗨 你好 嗨 欢迎欢迎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们彰化有这么大的羊羊的牧场 也没有啦 就是从我爸以前亲眼到现在 其实全家人都在这里 富坑那平常呢 怎么分工呢 就是以我弟为主 厂内的管理 配种 喂羊的方面都是她 我的话是跟我老婆挤奶 然后帮忙销售这样子 其实工作很多很雜 很多 我可以带你来走走看 谢谢 我很期待 好 好 好 OK 阿丽姐 你要小心喔 哇 好多羊喔 对对对 我跟你介绍一下 在这边是我们就是有带挤奶的羊 都是在这边 对啊 平常就是让它四处走动 要取食啊 要喝水什么的 他们都比较方便 那就是到要挤奶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集中到中间 让他们依序进来挤奶这样子 其实很多很坦守的工作 对对 那你们一家这么多的人 会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嘿 难免啊 就是偶尔也是会啊 对啊 那一斤不合的时候怎么办 先彼此冷静一下 然后各推一步 然后再找时间看有没有更好的想法 再来解决这样子 再解决喔 对 我有个好方法 真的吗 对 就是说当一斤不合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冷静一下嘛 好 但是 再把大家找来 我们一起喝个茶 好 对啊 那你们家呢 有的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羊奶嘛 那我想说到你家 然后我教你呢泡奶茶 好 然后你就请 请家里所有的人一起喝茶 好吗 OK OK 我们等一下到我们上面那个三合院那边 那边有个小院子 空间比较大 我们叫那边大家喝喝茶 就要聊天好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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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羊奶 我很好奇 怎么有三种颜色不同的这么多的杯子 这些杯子其实是我之前去参加镇上的小旅行 是 然后刚好他们有一个活动是到我们在地一个田中瑶 他们有做这些不同各式各样的杯子 然后我就买了一组 然后顺便刻上全家人的名字 哇 你真的有心 没有没有 对 好 我们来做世界上最好喝的奶茶 OK OK 好吗 麻烦阿丽姐 这个是三倍浓缩的红茶 好 先放进来 红茶是呢 暴动性最大的 我们可以加柠檬啊 加蜂蜜啊 加糖啊 加奶啊 对 还有加任何你想加的东西 好 来 先奶给你放 好 我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 看起来就很好喝的样子 是啊 是啊 一家人要喝乐的在一起 就是每个人要包容的爱心嘛 是啊 所以啊 等一下要邀全家人一起来喝茶 用爱心的奶茶 把整个口座会 对 祝福你们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午茶的约会 谢谢阿丽姐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祝福 OK 哈啰 嘿 小朋友 爸 妈 那个冰杯哦 好 对啊 今天有茶可以喝哦 谢谢 来 碰到油 坐好 坐好 来 碰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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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碰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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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茶啊 来 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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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喝喝 来 喝喝 好 喝杯 喝这不一樣的哦 这是什么茶的 跟明镜严巴泡都不一樣的 对啊 不一樣的 对啊 今天刚才我阿丽姐 有来 他就拿红茶跟羊奶 南座会 变成奶茶 趁这个机会 大家可以来 来 来 大家聊一聊 小朋友 喜欢吗 我还要喝好不好 好喝 喝完了 那你还要吗 爸爸再倒一点 还要 好 来 过去我都喝黑凉茶而已 今天这个无声感 不太喝 喝起来真的是 与众不同 很有新鲜感 自己生产羊奶那么久 也没有喝过这种 家的自己羊奶 跟红茶在一起的 就是很希望 就是透过这杯茶 可以活络一下 家人的互动啊 增进家人的感情 有三个事情就是说 要认论啦 问题要如何 大家提出来 大家沟通一下 互相包容 互相宽量 我有我的坚持 我哥哥也有他的看法 要去共同找出 对这个羊场 比较好的方法 大家努力朝这一个方向 所以中间有一些不愉快 或者是什么过程 忍一下 挨一下 其实就过了 一家和乐才是根本 今天的茶好喝吗 好 喝了一口 来喝 喝了一口 赞 好 大家一起拿起来喝 好 来 好 来 干杯 好 来 干杯 好 好 好啦 再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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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